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看一下包装盒 包装盒上面有原装正品电容麦克风 非常漂亮的包装盒 包装盒上面配有各种颜色盒 供大家选择各种款式 这是电容麦的颜色 接下来我们为大家打开一下电容麦盒盒子 看一下里面公司所配备的原装零件 首先这是一张保护模 这是一张保护棉 同样还有一张产品售后质量书 以及一张合格证书 那么这张是我们的一个话筒所使用的这张参数的一张证书 首先我们官方所配备的零件同样有防风棉 一个防风棉一个 以及 这是一个防震架 非常牢固纯铁的防震架 看一下我们记住前面有两节 这边是长头的 这边是没有头的 等下我们会教大家怎么样使用 那么这是我们官方所配备的三米长的一条电源线 那么这条电源上面有一个卡龙头 那么再看一下这个卡龙头 这里可以按下去的 非常牢固的一个卡龙头 那么这个螺丝也是非常牢固的一个 那同样我们这上面还配有一个3.5的一个 纯镀金的一个头 纯镀金的一个3.5的头 那么看一下这是非常漂亮的一个3.5镀金的头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为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一款BM700的画筒 那么今天拿出来的是一款蓝色配金色的一个画筒 然后看一下这款上面配有BM700 BM700 那么这是我们一个一致因BM700的专业的一个专用的标志 那么同样我们这款麦克风做的也是非常亮丽光鲜 那么这是一款纯合金 纯合金镀色的一个埋伸 那同样上面是18K镀金的一个网头 18K镀金的一个网头 那么接下来为大家继续讲解一下我们这个麦克风里面的一些构造 那首先我们从下面开始打开我们的底座 从下面打开我们的底座 那看一下我们底座 那底座里面也是全部镀过色的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底座 那同样我们一个麦身也是非常漂亮 全部镀过色的里面 那同样 那么我们今天这款麦克风呢 那么这里面是由两块线路板所组成的一个 一个 大家看一下非常的漂亮 里面也是非常的整洁 那么接下来我们为大家示范一下我们这个麦克风 这里面的一个密头到底是怎么样的 可能很多朋友不了解 这麦克风里面所使用的密头是什么样的 到底电容麦是什么样子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今天为大家拿来了一个我们厂家 所拆出来的一个麦头给大家看一下 那么现在我们手上拿的这款就是我们的BM700里面所配备的一个麦头 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麦头里面有非常多的小网 以及外面的一个盒子上面有非常多的小孔 那么后面看的也是非常的亮丽光线 那这里面也是由三组线组所组成的 那么我们平常所使用的 这是我们平常所使用的一个麦头 也是我们手机 一些小的设备上面所使用的一个麦头 那么到底跟我们这些BM700电容麦的有什么区别 其实两款都是电容麦 但是我们这款BM700 那么从大小来看 从大小来看都是有很大差别的 以及我们从一个亮丽的光纤度来看都是有很大差别的 以及后面 那么这款我们平常所使用的麦克风的后面的线 只有两组的 那么这款BM700是由三组线所组成的 那么今天我们所现场录音的这一款也是 我们使用的BM700的一个麦克风 在这里 那么大家看一下我们这款BM700 这款平常所使用的也是这一款 也是我们BM700里面的一个麦克风 那么今天我们这些是原装设备 对那么接下来为大家讲解一下啊 我们除了这些原装设备之外呢 还要配备一些什么呢 如果您家里面没有我们一个调音台的话 那么我们接下来为大家所强力推荐的这款幻象供电源啊 幻象供电源 这是一款有220V变压为48V的幻象供电源 那打开给大家来看一下 那同样这幻象供电源啊 这前面啊有一个开关 这有个开关 正式开关 那后面啊有两根线主 那两根线主到底是怎么样使用的 那么今天我们拿了我们自己所制造的一根一根线 拿了再给大家先演示一下 那么这根啊说是用的是我们一根自己所制造的 那么这根是插在这里插在后的 那么然后这根是插在我们话筒上面的 那么这是我们原装线 然后记住啊要拆出来的话一定要按下这个按钮才能拔出来 那这是我们所使用的 那么这一根是接到我们的音箱上面所使用的 还有同样我们有配有一个电源啊 一个电源 那么这是我们的一个幻象供电源上面的一根电线 以及电压器在上面啊 大家看一下 电压电源适配器 那么这是我们一个强力所推荐的一个幻象供电源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 我们还有同样还有一个新的啊 还有一个新的 如果你平常在我们原厂的话 可能都是配备的是这一款啊 防风棉一个头罩 那么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所推荐的是一个啊 广播露营所专用的一个防喷啊 防喷防风的一个网罩啊 一个网罩 那么接下来看一下 这个网罩啊 这个网罩啊 所使用的是内径6.1 内径啊 内径啊 内径5.1啊 不好意思啊 内径5.1 外径6.1的构罩 那么这根线是由啊 一根非常有弹力的一个套管所组成的 那么这根线也是可供 多种弯曲啊 都是不会坏的啊 可供多种弯曲啊 都是不会坏的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那么这是我们强力推荐的两款 那么今天我们的电容卖这个效果 到底怎么样呢 那么接下来我们为大家来演示一下 我们这款电容卖的效果 谢谢 好 那接下来为大家演示一下 1-1BM700的录音效果 到底怎么样呢 那我们一省台北的机场 给大家示范一下 谢谢 1-1B700的录音效果 5-3-1B700的录音效果 对你的要求总是做不够 还是我给你过分的自由 变成我两现在分手的你 我不是不温柔 只要你想走向我会挥手 请你答应我最后的要求 不要再回头 好 一首台北线上我们先演出到这里 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试听一下 效果到底怎么样呢 谢谢